台中福寿山农场的千英园 在西洋情人节开源 粉红色系的昭和音 富士音盛开 另外玉山山头 受先前寒流影响 被白雪覆盖 这美景也让许多人 齐聚台二十一线好望角 流连望返 粉红色樱花在枝头绽放 整个山谷间都充满浪漫的氛围 台中福寿山农场的千英园 选在二月十四号情人节这天开源 吸引相当多民众来走春赏花 福寿山农场从二零零零五年开始 栽种不同品种的樱花 二月中旬率先绽放的是 粉色系的昭和音 富士音 到了三月中旬 则会有白色系的吉野鹰 大导鹰接力盛开 长方还制作鹰园卡 设置祈愿墙相当应景 福寿山农场配合情人节 在今天浪漫开源 目前粉色系列的樱花 已经开了三到四成 预测在下周可以达到 最盛开的情况 玉山山头白雪覆盖 有如在线已故知名画家 陈城坡作品玉山积雪的景色 农历春节期间寒流来袭 东亚最高峰玉山降下锐雪 游客与摄影爱好者 都来到台二十一线 好望角这里朝圣 很漂亮 值得来欣赏 主风鸡血有十公分 澳门在台二十一线 一山九点五这附近 那个好望角 可以欣赏到 玉山群峰的一个雪景 生态摄影达人苏嘉宏表示 当地十三号起天气放晴 能见度提高 相当适合眺望玉山 尤其夕阳系下时更为美丽 不过提醒台二十一线 不能临停车辆 民众赏美景同时也要注意安全 记者杨明峰龙涛台中嘉义报道